好同学们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三季道题目 说儿童节就要到了经历网址呢 给同学们准备礼物 你看这道题再次暴露了 我是一个特别慷慨特别大方的人 对吧给大家准备礼物 那有同学老师 我怎么从来没有收到过你的礼物呢 其实我觉得礼物并不重要 对吧关键是老师有这个情意 情意是最重要的 是吧 就是说如果每个盒子里放入两件礼物 注意我们之前的题目呢 是把水果分配给同学们 对吧这么一个分配过程 那请问这道题是把什么分配给什么 这个能想到吗 我是把礼物放入盒子吧 是吧就是把礼物分配给盒子 这道题中的礼物就相当于上一道题中的水果 对吧这道题中的盒子就相当于上一道题的同学们吧 是这意思吧 看第一条件就每个盒子分配两件礼物 那么最后会多出十件礼物 所以第一次分配 这应该是什么 这应该是你 对吧 每个盒子放两件 最后会多十件 是不是 OK 再看第二个条件 这道题最重要的 我先提一个醒啊 最重要的就是第二个条件 大家把它画下来 咱们边画边读好吧 说如果每个盒子里放入三件礼物 到此好像还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对吧 继续 最后会怎么样 多四个盒子 你会发现这个条件和我们之前讲的盈辉问题有什么差别 之前我们分配水果 对吧 最后多也好 少也好 多少的都是水果 对吧 现在我分配礼物 你看第一条件很正常 多的是礼物 对吧 但是第二个条件 这个就不对劲吧 跟我之前经验是不一样的 对吧 我们应该盈亏的都是礼物 但最后却多出来的是什么 是盒子吧 对吧 这个跟我们之前讲的是不是不一样 这个能理解老师意思吧 我们之前讲的盈亏问题 我们分配的东西跟最后多出来的或者是不够的东西是同样东西 对不对 而现在不一样 那怎么办呢 就盈亏问题 老师一看说了 它是三年级应用题的重点 也是难点吧 是吧 它难在哪里 来打击两个字 就难在转化 刚才的另一例二 我们讲的是最基础的盈亏问题 那这道题就存在了一个变化 什么变化 就是在这 多的是盒子 而并不是礼物吧 所以咱们的转化 就是要把盒子转化成礼物 如何转化呢 咱们先把两次分配写一写 第一次是每个盒子 两件礼物 对吧 最后会多十件 第二次呢 是每个盒子呢 放三件礼物 对吧 最后是多四个盒子吧 大家不要管黑板上 这些乱七八糟的 这黑板不太好用 大家先听我说 这是多四个盒子 多四个盒子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礼物怎么样了 礼物不够吧 对不对 就为这有盒子 没有背 分配到礼物 如果用之前 例一例二来讲的话 就是有同学 没有得到水果吧 意味着我的礼物 是不够的 OK 本来是一个盒子里 要放三件礼物 现在多了四个盒子 意味着 少了三次 十二件礼物吧 少了十二件礼物 这就是这道题 这就是这道题的叫做 转化 我们需要把一个 看似跟之前盈亏问题 不太一样的盈亏问题 盈亏问题的变形版本 或者叫做升级版本 对吧 还原成我们熟悉的 就是基础盈亏问题 怎么转化 就是把多盒子变成了 一定要注意 这个字 大家把它签下来 并不是多礼物 而是 少礼物 OK 少十二件礼物 为什么少十二件 你每个盒子里要放三件吧 三次 一十二 听明白了吗 好 那接下来是不是就会做了 有赢有亏 您家亏 对吧 十加十二等于 二十二 二十二再除以两次的分配差吧 三减二分配差是一 二十二去除以一百 好 这个时候老师又要来问一个问题 二十二除以一 这个很容易计算 对吧 二十二 请问这个二十二求出来的是什么 二十二是什么 是什么呀 应该是盒子吧 有二十二个盒子 对不对 那么根据之前我们所说的那 例一例二 包括后来老师给大家补充的那些 基本领亏问题 你会发现 我们先求出来的第一个量 就是同学们 是吧 之前我是把水果分配给同学们 所以我先求出来的是同学们 现在把礼物分配给盒子 所以我先求出来的是盒子 这个类比 同学们能理解吗 那我求出来有二十二个盒子 那么有多少件礼物呢 再把盒子带进去吧 每个盒子两件 那二乘二十二 四十四件 放完这四十四件之后 还多十件 所以四十四加十 五十四件 OK 或者带入第二个 每个盒子放三件 三乘二十二 六十六件 但是不到六十六件 比六十六件少十二件 六十六件十二 五十四件 这个同学们能理解没有 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完整的解题过程 首先四乘三 等于十二 是吧 然后求出二十二个盒子 以及一共有五十四件 礼物 OK 老师再说一遍 这道题 同学们需要讲过两点 第一 就是一个转化的思想 对吧 那么我们分配的是什么 我们盈和亏的那个量 也必须是什么 就是我的分配物体 和盈亏量 必须是同一个量 这能理解吗 第二 就是这道题 为什么先求出来的是盒子 因为我是把礼物分配给盒子 所以先求出来的是盒子 OK 好 那么这道题 如果大家明白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道 第三的补充题 其实差不多 说学校安排同学们 到影院去看电影 那如果每三个人 做一条长椅 这个影院还挺蛮落后的 对吧 现在影院都是沙发了 现在 而这个影院呢 学校电影院 对吧 这还是做长椅 如果每三个人 做一条长椅 那么有48个人 没有做 那请问这道题 是把什么分配给什么 这特别容易错 我可以答 把椅子分配给人 这是吗 你看我一条椅子上 做三个人吧 对吧 就像刚才一个盒子里 放两件礼物 放三件礼物一样 这道题并不是 把椅子分配给人 而是把人分配给椅子吧 那学生老师 那我这怎么区分呢 你就看 到底是一个人几条椅子 还是一条椅子上几个人 如果是一个人几条椅子的话 就是把椅子分配给人 如果是一条椅子上几个人的话 就是把人分配给椅子吧 这跟绕口令一样 但是希望同学们能理解 我相信大家能理解吧 对吧 因为现在的一分量是椅子 而人有三个 对不对 所以人分配给椅子 OK 那人就相当于刚才礼物 对吧 椅子就相当于是盒子吧 把人放到椅子上 OK 好那继续 那么剩下48个人没有做 这没有问题 我分配的是人 对吧 然后最后剩下来的多余的那个量 也是人 这没有问题 对吧 我的分配量和银的量 是同一个量 OK 好继续 如果每个每五个人 做一条长椅 那最后正好空出两条长椅 这就有问题吧 我分配的是人 但是多的却是长椅 所以需要把这部分转化成人 OK 好那老师先不做了 同学们暂停视频 看看自己能不能把这道题解决了 好 同学们 做完了没有呢 那这道题 注意这样空出两条长椅 意味着人不够吧 是吧 每条长椅上做五个人 那两条长椅就能做十个人 对不对 所以咱们来写一写 第一次是三个人一条长椅 则多了48个人 是吧 第二次是五人一个长椅 则怎么样 少 多少 少十个人 再来十个人 则正好做完 对不对 那同样又是一个 盈亏吧 盈加亏 48加10等于58 OK 这老师之前为什么让同学们把基础提醒要做熟悉了 因为你会发现最后转化完毕之后 是不是就变成一个基础提醒 对吧 可能你在转化的时候已经相当伤脑筋了 那么接下来转化完了 就应该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了吧 对不对 那就不要想了58去除以2吧 对不对 等于29 那接下来我问题又来了 这29求出来是29人还是29条长椅 什么29条长椅吧 刚才我那个技巧已经告诉给同学们了 就是现在是把人分配给长椅 所以我先求出来的是长椅 我再说一遍 现在是把人分配给长椅 所以我先求出来的是长椅 OK 那么上一道题 我们是把礼物分配给盒子 所以先求出来是盒子 对吧 再上一道题 我们是把水果分配给人 所以先求出来的是人吧 那求出长椅之后再带回去 3乘29加48 或者是5乘29再减10吧 那这两个数据求出来肯定是一样的 同学们明白了没有 好 这道题我们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